今天在西藏 在西藏 然后你们能看到这边是有名的中国银行 这不用提了 中国银行 中武大厦 这边是中国人民保险 中保 人保 这边是图书大厦 图书大厦 这边君太 这边有君太百货 还有西单那本城 这前面还有华为 西单我有多少年没来过了 然后今天 赶着晚上还是周末 人应该相对多一些 然后咱们一块走走逛逛 你要说西单的人流 多不多 咱们走着就能看出多不多 然后 我说实话就是 因为西单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 商业地产 你刚才我也说了 像什么华为 大跃城和这个君太百货 对吧 相对来说 这几家都是比较有脑子的 商业地产 它基本上都会做一些hold up 或做一些题材 而且 就是你看这些商圈里的这些地产 特别的君太和这个 大跃城 君太里好像都没有电子产品 大跃城里应该是有苹果 还有相机什么的 但也很少 基本都是一些什么奢侈品 或者服装 餐饮 就这些为主 走一步看一步呗 一边走一边说呗 以前这个华为下面它有一整片区域都是零散的这些餐饮啊什么的这特别混乱 现在全给拆了 拆了之后 本身现在人就不多嘛 所以你也就无所谓了 这个汉光百货啊 这还有汉光百货 也是服装啊 这些鞋帽这些 说实话 这些东西对我没有什么信力啊 然后华威的话 里面有些什么二次元啊 乱七八糟的 这种东西 咱也不是很明白 一会儿过就可以看一看 你从这条街走的话 一会儿再走两步 你可以往西看 往西就能看到那个 君泰和 大跃城的人流了 西单的那个过街天桥 从这侧过了就能上君泰了 你去君泰其实就能去大跃城了 因为都在路的西侧 你从现在这个位置 你也能看到君泰和大跃城那边轮流到底怎么样 这切着巴拉奴的这个毛的火锅 好像是在中西部比较有名吧 我吃过一回 我感觉不是太适合北京人的口味 另外一个跟山羊肉比 简直叫垃圾 我发现他们做什么火锅 跟山羊肉 跟老北京的涮肉比 都是什么垃圾 真的是 走到哪儿你都忘不了那口 是吧 太阳落山了 上面一个巨幅的LED屏幕 走吧 前面再看一看大跃城的一个大概的人流 然后咱们就上去 上过节天桥 你们注意这个区域 就这块好像以前是一个什么就是各种餐饮 就是各种小商铺弄的密集的一个什么街区 现在好像也不知道推了弄成啥了 我也记不清了 要不就是个什么建筑 实在记不得 我上次来都多少年前了 像西单这种地儿 像我这种北京人很少来的 就是你买不到什么你想要的东西 对这边还有一个有名的是什么呢 是那个以前好多人老说这儿的那个麦当劳 不是老说他们什么困难群体啊 什么都住在麦当劳里的那一族嘛 对吧 就是住在麦当劳里那些人 我跟你说 其实经济好的时候 你要说17年18年19年的时候 可能现在就少很多了 你经济不好的时候 黄牛他都没工作 那你去那里耗一天 第二天早上你排耗啥的 都不划算 所以现在你说真的麦当劳一族 其实也很少了 就是你经济不行的时候 就没有这一族了 他没必要 睡不上喝不上 去住在那个麦当劳里混到一天 第二天再去当黄牛 何必呢 这是那个大跃城 咱们从这大概能看一眼 还是有点人呢 这是外国人 是啥地儿 这是不是车站 还真车站 苹果店应该在这 这是苹果店 意思咱们也可以过去看一看 苹果店 新的iPhone16上了 可以瞅一瞅 不过据说港版要比国航好很多 听说可以用差点GPT 咱们现在从这个过尖天桥 去金泰和大跃城 走吧 上这个天桥啊 能看到汉光买货 我去以前这好像是个什么餐饮大排档 现在看好像是个什么保护建筑 没仔细看 这就是西单的国航天桥了 往前走就是金泰和大跃城 大概看一下人流 得益于超强的变焦 车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了 你说人流有是有 这个人流熙熙攒攒的怎么也要比三里屯强 三里屯你说实话 那个酒吧机和那个花园什么 啤酒花园离拆 现在三里屯就成垃圾了 玩这些高档的又太高档 怎么来不起 走吧 咱们前面看一下你 远处看过了这个小桥 就是长安街了 那边就是萧门大街了 视角不太好 咱们看看桥对面 看车流还行 但是这侧没什么车流 看一下 从这其实看不到太明显的人流变化 多多少少能看到点 下去看看吧 下去看得更清楚 它这下面好像有活动 咱们有点可以下去看一看 基本都来这打卡的多 人家不有些打卡的装饰跟设施 谁来啊 是吧 这不就能打卡 玩具车里面还干嘛 21年周年庆 现在都21年了 走吧 你说来西单 你要我看啥 也就是电子产品 顶多看看苹果 看看手机啥 也没 没啥我喜欢的 周边的这些商业 都什么服装 鞋帽 然后二次元 是吧 都这些东西 你喜欢电子产品呢 其实来这儿不合适 你不如去什么 其实现在中安村也不太行了 你不如去京东的体验店 京东遍布全 北京各地有好多的小体验店 真的想玩电子产品 就直接去他的体验店就行了 根本没必要特意去哪个商圈 对吧 现在京东被骂的也很惨 我本来想过去试一下iPhone16的手感 很遗憾 人太多了 没有机会拿到 是有不少人买 真的 就是小女孩看了看就买了 哇塞 真有钱 好吧 要是我买 肯定买也是免税店买 给我媳妇买一个 我肯定不会用这种 那不行 我媳妇今年年初刚换的15 17件吧 16就算 今年中就给自己的手机换了 今年换个华为的啥的顶配 或者换个微博的什么的顶配之类的 苹果店真的刚才我进去了确实是没机会 小女孩太多了 一个个挤着拿那手机 我发现女孩多 男性好像不是特别多 但也有 走吧 咱们进大跃城你看看 现在上个过街天桥都费劲 他这个这侧好像在整改 能看到整个西单商场 这边也能看到大跃城还有君泰百货 下面人流其实真的不多 人流就这些 这边就是西单商场 你要往西的话 穿过这边就是金融街了 你看以往周末西单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操 此一时彼此啊 真是此一时彼此 然后西单狗中心里小吃多 好多小吃 从里边看看华为的一些潮铺 你说什么潮铺 咱这岁数都 都这岁数了还潮不潮的 这是魔兽世界里的吧 看着好兴残啊 好奇葩呀 我在华为三层终于看到有点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这是扎古的头 你看到了吗 每一个都是 我好像家里就有几个 好像标着这个的是掌关机吧 带鸡脚的是头 我比较喜欢扎古这种机体 还有这个 这个是RX79 陆战型 这个好像是美队 这是拿着锤子那个雷神 实在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长得都一样 只是每一个图的不一样 好玩 不行了 我真是逛不了上场 进去逛一会儿 没什么我感兴趣 说实话呀 也可能是因为老了 这好多东西吧 你不是特别感兴趣 你也就很能站在里面耗得住 很现实 回去吧 一会儿别的地咱再聊聊 嘚瑟了半天啊 然后从西单里边出来了 出来了 准备回家了 实在是 怎么说呢 这还是觉得自己老了 你跟那些年轻人 或者说一些 现在正当年的人来说 玩的东西呀 或者说包括商店里卖的东西 都不对你胃口 确实是啊 就是你看 现在孩子都玩什么卡片啊 什么那个对战卡牌 就那种玩真正的拼模型啊 什么 就我小时候那些手工艺呢 很少 现在都玩这种很快的那种 卡牌对战呀 什么玩这个都多 虽然都一致吧 但是你说动手能力和动脑能力 一块发展才有意思 是吧 你现在来看 真的是每个时代的人事物啊 都不太一样 我小时候玩什么 拼模型啊 到长大了 他这岁数都 岁数多了 还拼一拼 喷一喷是吧 现在年轻人谁干这个呀 傻的巴逼 玩玩派的多省事 对吧 行吧 今天就到这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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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